所以这个也被他们说是潮汕的一个毒药 它腿上那个肉都是那种挤出来的 像膏状物 很像牙膏那种膏状物 是那种膏的口感 它会流出来看到了吗 流动的螃蟹 终于等到晚上9点半了 我们可以去吃生烟了 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汕头这边 大家一般吃生烟都是配着 晚上的那个夜迷一起吃 就是夜粥作为一个宵夜 这个时候去呢是人最多 然后东西最多 也最腌制入味的时候 走着 好了 就是这里桂园白粥 这边是生烟吗 有哪几样 蟹 蹄皮虾 这个是虾 然后这是生蚝 你对哪个感兴趣 蟹来一份吧 蟹来一份 生蚝来一下吧 先来一份 腌生蚝 腌生蚝没吃过 虾要不要 腌生蚝要不要 现在小会买20块 好 那也来一份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小白粥肉 叫红肉米 辣麻叶 麻叶 这两个比较几吧 好可以 这个蟹一般腌多久啊 这个一天的 腌一天吗 腌一天会不会太咸了呀 不会 这些都要去掉 哦 这里空间还挺大的 有碗白粥啊 哦 对 生蚝这个东西呢 主要就是腌的话 是虾 然后蟹 然后背壳 这一些海货嘛 因为这些海货里面 富含丰富的这个 骨氨酸钠 就是胃精的那个成分 它经过高温以后 这个东西就会被破坏 如果是生吃的话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 保留它的这个鲜味 所以潮汕这边的人呢 因为特别多的吃这种生烟 我们现在来看看 咱们点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是螃蟹 你看 这个叫三木结 这边都叫它三眼 这个比我们在餐厂买的呢 小一些 但是50块钱 昨天我们只买了一只 今天有三只 感觉还是比划算的 而且它的这个膏啊 很肥你知道吧 为什么高肥的螃蟹比较好 因为高肥代表它是一个健康的蟹 因为我们昨天吃过虾菇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试一下这个小虾虾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是生蠔 看到了吗 汕头这边呢 离这儿50公里的地方 有它一个自己的蚝场 相当于是 他们这边吃生蚝 一般都是很新鲜的 不会超过八个小时 然后这里面还有黄豆 可能 会给生蚝多增加一个口感 然后这个是 蚝蒜夜宵 标配 麻叶 算是一种小野菜 这个呢 是红河米 是小贝壳切碎了以后煮的 这些呢都属于杂甜的 哇 我觉得带着糕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比我们在餐厂买的好吃多了 真的吗 比那个厂好吃啊 调味 这肉是甜的 它有点像半凝固的东西 就是你是可以把它吸进嘴里 毫不费力的 然后它没有任何的鲜味 口感就是这样 而它味道呢 是特别特别鲜的那种味道 然后再配上它本身的调料 有一些香料的 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嗯 我觉得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个也被他们说 是潮汕的一个毒药 它腿上那个肉都是 那种挤出来的 像膏状物 就很像牙膏那种膏状物 就是那种膏的口感 它会流出来 看到了吗 流动的螃蟹 其实生烟的东西啊 你别看它吃起来 这个吃法好像 嗯 有点野蛮啊 但其实它是我们的一种传统食品来的 有文字记载呢 是在宋朝有一种叫做洗手蟹的东西 非常流行 风靡汴京 连皇帝都吃过 汕头这边的地理位置啊 相对较为偏僻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 车马不是很方便 只有两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就带来了这些做法 后面因为没有什么新的外来人口在进来 所以这些做法被很好地保存到了现在 所以呢 它又是我们国家 研究古典菜的一个 相当于是博物馆 我觉得这个生蚝吧 它肯定是得用勺吃的 然后可以快一点配料吧 对吧 我觉得生蚝没有那么低呀 因为生的生蚝我吃过 它这个调料调的还是可以啊 但是黄豆已经不脆了 要是脆的不仅会更好吃 来我们来吃一个小虾虾 这个虾肉感觉也是捏在手里 如果一用力就要捏碎的那种 有一点点膏状 但是它只有外面那一层是膏状 然后中间呢 还是有那个虾的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就是外面有一点点碾嘴 对对 它这个螃蟹其实也有一点点 就是膏状的 有点糊在嘴里的那种 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特别鲜 这个虾也是很鲜的 我觉得虾也蛮好吃的 那这些鸭性价值很高 才20块钱这么一大牌 这个是50块 螃蟹 然后这个生蚝是20 这个虾也是20 这两个拼在一起是15 然后茶味可能一个人要几克钱吧 反正相当划算和实惠的 来整一个螃蟹 哇 这个糕好吃 糕肥的地方特别好吃 他们把这四边都取掉了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损稀它 尝尝这边的粥呢 又叫做糜 它跟那个广市的粥很不一样 广州的粥一边煮成雾米粥 就是看不见米的 他们这种呢 是要煮成开花粥 就是刚刚煮好 然后刚刚开始爆开 就是每一颗米都吃得很清楚 感觉更扎实一点 经过指导 我蘸一下它吃 我更喜欢原味的 我知道潮山人为什么这么健康了 人家晚上吃的宵夜是粥 然后是这些海鲜 和我们吃烧烤的不是一个世界 你要走个两天吃这种小的 壳壳类的东西啊 把舌尖都丑破了 它还在努力地吃 真是令人感动啊 先来个螃蟹 这个螃蟹真的太好吃了 我觉得宣布螃蟹是生烟里最好吃的品种 通过瞬息享受无上的快乐 我一定要学会生烟的做法 其实我已经研究过了 第一步可能是用那个饱和盐水啊 浸泡它 把它浸死在里面 让它死的时候 把体内的脏东西都吐出来 第二步就是腌制 腌制的话 扇头这边主要是 酱油 香菜 辣椒 麻油 大蒜和生姜 这六样东西来腌制 一个生烟好不好吃 主要就是一个腌制的时间 脚下你要时间腌的短一点 就是根据它的体积 还有它有没有壳 来决定它腌制的一个时间是多久 我觉得我都已经了解到这么详细了 我应该能学得会吧 然后如果学会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真的太好吃了 不愧于潮汕毒药一说 今天这三个生烟里面 我最推荐的是三木 然后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试一下 然后虾菇其实也挺好吃的 虾菇的肉比小虾要大快一些 吃钱应该蛮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欢迎给我们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拜拜